到目前為止是300年的歷史 那關公 那我今天要特別介紹一下我們的關公 盧竹陳盛公主委劉勝全 詳細的介紹盧竹陳盛公的有久歷史 盧竹陳盛公供奉的關聖帝君 來台至今已有將近300年的時間 長期以來都是大坑口地區的信仰中心 不過隨著航空城的開發 如今也面臨徵收問題 陳盛公雖然沒有百年的廟宇 但是陳盛公有一尊300年的關聖帝君 從清康熙年間一直到現今 那這中間一直在徐氏的家裡 後來我們組了神明會 然後在民國58年63年完工 蓋了廟一直到現在 那也經歷過清康熙年間 一直到民國一直到日治時代 一直到光復一直到現今 那現在陳盛公面臨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是我們關聖帝君面臨到航空城的開發 爐竹陳盛公關聖帝君神尊歷史久遠 而爐竹陳盛公在地方信仲的爭取下 也成為爐竹區航空城計畫唯一保留的宗教廟宇 不過現今廟房因為面臨用地不足 因此也透過向社會募款購買廟地 期望要延續關聖帝君的祥火 陳盛公因為本身有宮廟 但是沒有土地權 土地權是徐氏祖先的土地 那面臨到航空城的開發 那地方上現在大家為了要把我們的宮廟保留 那也獲得到市政府的批准 以後我們的宗教用地是857坪 那目前在我們徐氏祖先 在大家努力的共同分波之下 徐氏祖先還有徐氏的祭祀工業 讓他們捐獻300坪 所以後面還缺少了557坪的宗教用地 那陳盛公從現在開始要對外來募款 要把我們帝君的家保留下來 儒族陳盛公在地方信眾的爭取下 將會保留宗教用地約857坪 而目前廟地已募得300坪的土地 還不足557坪的土地 對此儒族陳盛公也盼社會大眾能踴躍幫忙 並將陳盛公關聖帝君的香火 及文化傳承發揚光大 記者 周軍團報導